你刚才抱的那只狗是你自己的吗 对的 是我自己的 它有一个眼神看上去 好动人的那个眼神 是的 它的名字叫做西瓜 它很有意思 像我工作很忙的时候 它就会安静地守在我的旁边 23号 男嘉宾你好 你好 我有两只小猫咪 就是有一只迎见层一只布 然后其实就是猫猫给我带来 生活改变其实也很大 像之前我从小就是习惯锁门睡觉的 自从有了猫咪之后 我都会习惯把门就是威眼着 留一道缝睡觉 就我觉得小动物对我带来的改变 还是挺大的 对的 同样对我来说 动物是我的好朋友 是我的很好很好的朋友 我可以把它当作成家人 我可能会有一些跟你同样的经历 11号 男嘉宾你好 我刚才有看到你的VCR里面 提到你的职业是一个医美的这个 对医美人作为一个设计师 所以想问问你 如果你的女朋友不甚至精致的话 可能在家里面就是苏颜 散着头发甚至出门 就是戴一顶棒球帽就出去了 你会不会嫌弃她 会不会有这种心情呢 第一我会赞同她 第二可能有一些问题的时候 我会提出我的小建议 然后决定权还是在另一半 好的 谢谢 谢谢